为了要强化仅情名利与益销的协力智能 华林县政府办理110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 而县长徐真卫也特别亲自颁发了推动社区治安有工人员的奖项 并勤勉每位队员都能够借由投入志工来丰富自我的生命 共同架构社区安全网络 为了强化仅情名利与益勇消防的协力智能 华林县政府办110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 仅情名利与益销结尾社区治安重要的推手 除了协助社区地方治安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表演有工人员包括华林县卫生局反毒志工 以及协助社区情绪需要照顾者 这情绪支持与心理资商辅导 宣导防暴一事人员 维护治安工作不仅要点与点的联系 更要将各个连结呈现语面 避免去到才能够建构跨区域的安全防护网 我们的民生分队 这个都是常盛军 你们都是常盛军 还有我们的竹田 我们的这个东竹 竹田嘛 竹田分队团的队长 也是南区的 这个是标杆 启摩 宋荣华宋分 我们要做巡守 又要做我们这个环保 我们的环保之功 水之功 水巡火 水巡罗 对吧 所以要做得非常的多 我更谢谢三战分队 金志雄分队长 他们的分队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两年多三战分队不断不断的 激起直追 所以早孙啊 你有竞争对手 还有我们的圣安 我们的赖分队长 这一对是很团结的 而且真的是很棒 我要再一次 谢谢我们的地消 我们的建华 我们在这次 丙思02时候 我们的这个泰鲁阁号出轨 整个一销 锦销 加入了救援 卫生局 启动了 这个 这个 救代 救护分队 我想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名利无穷 而且名利 注入的力量 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现在学生会表示 这是花林县荣获远见民调 五星县市首长的殊荣 在康健杂志当中 评选非六都第一名的县市 他要将这份荣耀 给花林县所有的乡亲 他也感谢在座的每位志工 为花林这块净土付出 也希望大家一起 让花林这块净土 能够更加美好 记得请用简简简直播导